來啦 哇靠 哇靠 鯉魚要龍門啊 來啦 右邊一點 哎 啊 可以 碰到 哎 跳台 哎 啊 跳台 哎 啊 完了完了 無常識要見底了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用PC版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Tommy好久不見 那前陣子因為我確診啊 休息了很久 很久沒有跟台服大家聊聊天了 那上禮拜呢也有參加這個橘子的升放送 我跟懶貓還有捷琳一同幫所有的玩家 拿下了非常優渥的獎品喔 那如果你是很久沒登錄的啊 記得也要登錄領一下喔 這是一個很好回坑的時機 而且很多泳裝也快要來了 那總共就是好幾千個星島石吧 我們這邊按下全部領取 一次把這些禮物通通拿完喔 然後包含兩個彩缸也是非常珍貴的喔 所以這個有一段時間沒登錄的 很適合在這個時間回坑喔 那麼我也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升放送的重點喔 最重要的兩個功能就是我們的無償保底角色交換 現在在台服已經正式登錄了喔 不用再用網頁了 大家可以看到新的池子裡面呢 就直接有這個角色交換 那這個保底的功能啊 對於抽限定池來講是非常的好用喔 普池的話我一樣是建議不要啦 除非是真的有很強力的常駐角色 然後你缺少了 比如說像是光炮或是聖女 你真的很想要 然後預算也夠 石頭也夠 就可以考慮來用這個250點直接兌換也是ok的喔 那過程中也許也會歪到嘛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就是連戰的功能喔 然後我隨便點一個多人協力副本 進來之後 記得這邊連戰功能只要打開喔 你就可以進入一個真正的放置遊戲 你就把體力全部一次喝滿喔 可以喝到破千體都沒差 然後就擺著 他就會自動幫你連戰了 非常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喔 那在更之後呢 會連單人關卡也會有這樣子的功能 到時候刷崩壞就是體力吃滿放愛呢 然後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最後呢就是在7月底即將舉辦的這個台服限定的活動喔 大家可以看到 我登入遊戲之後 在稱號這裡他已經先植入了 有這個廢龍祭 那廢龍祭只要完成所有的任務啊 就可以拿到這個廢龍之四殿屠龍者的稱號 這個是繁榮版獨有的喔 非常的帥氣 而且是仿造就是競速的彈鬥星的這個樣子去設計的喔 我覺得紀念價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7月底的時候也不要忘記 有到時候應該還會再拍影片介紹一下 不過整體過程呢 就跟深放送講的一樣喔 其實就只要一直刷 就可以拿到這個稱號了喔 那同時也會有這個 夏日限定的泳裝也會登場 那如果你想要先看看 欸那些角色是長什麼樣子的話 我的頻道也有一些去年的影片喔 剛好現在跟日服的時間也就是差了整整一年剛好 好的那聊完了深放送喔 回到我們的台服7月19號中午12點的新角色 精選轉蛋喔 那這一詞是一個常駐詞 總共有兩隻新的五星角色跟兩隻四星角色 那五星的角色呢 分別是一男一女喔 男生就是髒辯在前面的影片也有提到過 他將會是雷背水非常強力的一個角色 那他其實是雷魔女的下位替代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日服喔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沒有去練這個髒辯喔 是因為我有雷魔女 但如果你沒有雷魔女的話 就可以考慮來小繞一下 但這一隻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就在於旁邊這個雙馬尾他完全是一個花瓶 這個花瓶呢你只要抽到他那就是蓋賭蘭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為他真的沒用 那這個髒辯呢在之後 等到他的二樓一百等喔 還有這個一叉齒條全部開放之後呢 可以把三屬的地獄集啊 都可以用非常快的踢罐喔 直接把它踢掉 那對於很多人來講這可能是一個很方便 那對於我自己的觀點而言呢 我覺得這對於我遊玩彈射世界來講 並不是一個硬需求 因為說實話六屬地獄你每天都要打 那即便是沒辦法秒殺 到現在為止你應該都有 屬於自己可以刷最快的一個盤可以用了 那需不需要把這個盤提升到這個髒辯 然後來做一個踢罐的動作 我覺得是井上添花啦 很看個人 就建議大家如果真的石頭夠多的話 才去考慮去把這個髒辯撈出來 而且他是常駐角色喔 那如果你要餵這個常駐角色餵到一百 有的人會覺得舒服 有的人會覺得不舒服 這個就很看個人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雷魔女 然後每一次的復刻你也都錯過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把這個髒辯拿到手 再加上台服的這個雷牛也才剛復刻喔 搞不好你前幾天有抽到 那雷背嘴的武器也是阿必斯喔 免費就可以取得的 這些條件都有的情況下 如果你讀缺了這個雷魔女這個髒辯 就會是你雷背嘴非常好的一個首選 那這兩隻四星角色喔 我要特別提一下左下角這一隻黑肉 基本上四星角色在我所有的介紹影片裡面 我都是直接跳過的 因為大部分都沒有用 那這個黑肉我覺得可以特別提一下 因為他是能力光喔 非常好用的一個薩伯衛的角色 那即便是我日服現在在用的這個能力光 大家可以看到 主位的三隻都是限定角色喔 我的二號位薩伯衛一樣是放了這隻四星的黑肉喔 所以這隻角色呢 以四星來講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喔 在這個能力光的體系裡面呢 是一直非常不俗的一個存在 那麼講到這個能力光為什麼重要 因為在7月19號中午12點 追加這個妖狐超級最好打的隊伍 就是能力光了 那我不太究竟台服一開始是哪一個SS線喔 知道的朋友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告訴一下大家 欸現在的SS線是修正前還是修正後 那打這個超級副本的妖狐啊 雖然說能力光的隊伍大家可以看到 造價算滿貴的喔 滿多限定的五星角色 你不一定都有 但如果你最差最差 應該都會有這個燈奶啦 那新奶的話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應該也是有的喔 其實可以組一個以這個燈奶當隊長的能力光喔 基本上只要有輸出就好應該還是可以在SS線內啦 那如果是修正前的話呢 用光fever應該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因為我台服已經除了進出以外 都是一個半方式的情況啦 就歡迎大家這個有經驗的有刷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給其他一些意見 感謝你 那麼雖然說妖狐超級是這個 常駐的協力副本啦 要刷好刷滿相信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 但還是要特別介紹一下 在之後橫行彈射世界的暗面包隊 會用到的武器呢 就是這次妖狐提供了兩把喔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在用的暗面包隊 1號位跟2號位的武器呢 都是用妖狐超級的這個免費武器 那包含魂珠也是全部都用這個妖狐帳喔 所以如果你之後想要玩這個完全體的暗面包隊 那這個超級的妖狐一定要趕快刷好刷滿喔 那第三把武器是跟pf有關的 相對來講是比較沒有用的喔 因為在這個暗隊的體系裡面 呃已經有很多玩具了喔 不管是直擊還是棺材喔 暫時還輪不到這個pf 好啦那以上就是7月10號的台服懶人包啦 那為大家總結一下喔這一詞就是一個常駐啦 我建議大家都是跳過 那如果你沒有雷魔女又想要玩雷背水的話 可以考慮來小繞一下髒辯 而且在接下來一個禮拜之後呢 台服將會有一系列的夏日限定喔 那其實就是去年日服的夏日限定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些抽卡影片 喔先預習一下勒 也可以去我頻道找之前的影片喔 都有做成我們的精華 然後大家可以稍微幫我衝一下觀看 那這五隻角色呢就是這一次夏日的泳裝限定角色 應該是沒有漏掉啦 有漏掉的話再幫我提醒一下 那這幾隻角色經過了一年呢 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用的 應該就是能力光還有火減C的這兩隻角色了 所以大家還可以稍微分配一下自己的石頭喔 組織一下自己的策略 但我覺得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在台服的現在 就是已經可以有無常保底了喔 所以在這個投資策略上面 大家應該是更方便可以制定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